自從有報導公開許智安和馬國名女友 黃森永車廂前面的片段之後 就引來全城空洞 而許智安也立刻召開記者會交代事件 引來過百傳媒到現場採訪 大約晚上7時 許智安就在經理人Paco的陪同之下 面容潮水地延伸記招 首先就今天的記者會的目的是 真的很想親口衷心跟大家說一聲對不起 我又要為我的家人 Sandy的家人 朋友 和親口衷心跟大家說一件不可彌補 不被原諒的事 而你一個錯 我深深地反思自己 我是一個醜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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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今天來到這裡 是想承擔我的責任 是想承擔我的責任 我那天晚上的確喝了很多很多的酒 但是我覺得 喝著酒 絕對不是一個藉口 去犯這種錯的事 我非常後悔 很難面對自己 和很難面對自己 和 在寶島之後,我覺得自己很刁臉 很錯,很討厭,很噁心 很陌生 我想,我有深刻的反思,為什麼不可以控制自己 他犯這個錯誤,起了這個識心 我覺得 在承擔這個責任上 我覺得我要分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是 由現在開始,我會暫停所有自己的工作 直到找回一個 真正的自己,也不是 正確的自己 重新去 重新去檢視自己,去做人 第二個部分是 在我的心靈上 我覺得自己 不知所謂 還有 因為我的錯誤,因為我的行為 而令到我身邊所有愛我的個人 承受一種 這麼大的壓力和痛苦 我希望在你所謂的字裡 我希望在你所謂的字裡 這個 這個報導令我深刻的反思 其實 其實最錯的地方是不是失了我自己 最後我要再一次 跟所有愛我的人說一聲 我拿到你們難堪 我做錯了 對不起 還有 對不起Sammy 我不知道以後如何走我自己的路 我這一刻 是失去了靈魂的 我是一個壞了的人 希望大家可以 給我時間尋回我自己 最後再一次 跟所有的朋友說一聲對不起 Sammy會原諒你嗎 Sammy怎麼反應 最後安仔和在場人士再次鞠躬之後 就直接離開 對記者的所有提問都不回應 早安 如果是未能充滿 要先在寫